在俄罗斯连上教堂都这么难 首都莫斯科的这间教堂外 警察严格盘问出入的民众 他们只想来参加 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纪念活动 被当局紧盯的还有纳瓦尼的老母亲 在俄罗斯连上教堂都这么难 首都莫斯科的这间教堂外 警察严格盘问出入的民众 他们只想来参加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纪念活动 被当局紧盯的还有纳瓦尼的老母亲 老母亲一度拿不回遗体 幸好纳瓦尼的发言人证实遗体已经发缓了 葬礼仪式还没决定 官方也没有清楚交代死因 这天阵风乌尔开战满两年 G7的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专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跟总统泽伦斯基签署安全法案 同行的还有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比利时总理德克鲁 以及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一行人参加两周年纪念活动力挺乌克兰 泽伦斯基带西方领袖到霍斯托梅尔机场 看被俄罗斯炸毁的战机残骸 用意当然是要各国帮帮忙 赶快施压美国给600亿美元的军援 欧洲已经等不下去了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就透露 正讨论要不要给远程武器 但是乌克兰想要的金牛座巡异飛弹 德国国会没有批准 暂且无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